一个人最大的愚蠢,就是轻易公开这四件事,希望你没有。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经营人际关系,你都没法避免要跟其他人打交道,比如买东西、同事、朋友等,而在打交道时,就是会透露一些你自己的信息。 其实,在这些人里,有些人是善意的,有些却不见得像是一些同事,可能会跟你竞争,也有些人是本身的人品不好,会利用你,或者算计你。 所以在聊天时,无论关系有多亲近,都不要轻易公开自己的四件事,这是对自己的保护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你自己的隐私在现实交往里,保护好自己的隐私,不让别人知道太多是一件好事,否则你猜,为什么会有隐私这个词语呢? 这就是意味着,有些东西是独属于你个人的,别人不需要知道,这是对你个人的一种保护。 比如说,有些父母会把自己孩子的一些隐私,公然拿出去到朋友圈里,或者在聚会里大谈特谈,然后孩子会感到十分难为情,因为他的隐私被人知道了,感到不安全。 难为情,诸如此类的事情,还有很多,有些人从来没有意识,不知道保护自己的隐私,结果自己的隐私被人知晓,惹出来很多麻烦。 这一点,尤其要注意,平日里的社交中,如果是泛泛之交,就不要讲过多隐私,什么婚恋钱财,都不要讲,你个人的金钱财富,现实里,有关金钱的一系列事情,你都应该尽可能低调,千万不要为了面子,就各种张扬。 那是十足麻烦的,举个例子,许多有钱人,出门的时候都穿得很低调,衣服都是没有牌子的,看上去并不出挑,颜色款式也没什么张扬的地方,说话态度也算是谦逊,这其实就是避免财富太惹眼了,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麻烦,金钱这件事总是十分惹眼的,而人们对于他人的财富总是会羡慕,甚至嫉妒的,这是人性。 比如说,有些亲戚会惦记别人家里的财产,而不是自己去赚钱,有些人会跑到你家里借钱,让你很为难,这都是有可能的。 相信你也听说过吧,自己或者他人不好的事情,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不太好的过往,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,都应该保守秘密,听过就当作忘了。 不要当作一种新闻,随便说出去,那十分不好。 举个例子,有些人,不懂得保护自己,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疾病,随便透露出去,结果被人传得天下皆知,这十分可怜。 也有些人,把别人的痛苦经历,当作一个笑话,道出议论,这也会结下梁子,说实话,这都不太好。 自己过去不好的经历,人生的痛楚,都需要保守秘密,因为别人,不见得同情,反而可能是嘲笑更多,讽刺吧。 还有,朋友,熟人的不幸,我们不要寄予传播,这是个人素质的体现,也是明智之举,自己不确定的是。 这句话是说,一件事情的成功,要得益于秘密的进行,而不是大张旗鼓,人生在世,很多人都喜欢,心中有了一个好的想法,或者是看到了一个好机会,激动之余,总想跟人分享一下。 这是人性使然,也是人之常情,但是,如果自己不假思索地去分享,还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聪明,都有可能给自己招惹意想不到的麻烦。 当你满心欢喜,向别人分享了很多,让一些人产生了期待,但是一件事,能够最后能够成功,往往包含了太多因素,一旦没有成功,往往就会成为别人口中不靠谱的人。 影响自己的形象,有时候,你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分享,没有想到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,原本两个人能够友好相处,转眼间,对方就会将你当对手,让你防不胜防。 所以,对于一些还没有确定,以及做成的事情,不要急于向他人分享,而是要沉下心,努力去完成,等到真正成功地再说,往往效果更好。 光而不要,净水深流,说再多,不如先做出来,等到自己真的越来越优秀时,才是带给别人最大的惊喜,而不是惊吓。 不说与别人的矛盾,莫言在《晚熟的人》一书中说,当你成不了自己心态的主人,那就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。 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,不可否认。 人生来都是有脾气的,很多时候,你可能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,结果施于愿违,你或许为一个小人大动干戈,最终伤了自己的心情,事实证明,一个人往往是在情绪中,败在脾气上,发脾气的本质,就是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眼前的局面,控制好脾气,才能冷静思考,让事态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。 所有情绪的问题,无非是智慧的匮乏,聪明人并非没有脾气,只是从不输给脾气。 生活中,你是否常常为了一点小事,一言不合就和别人吵架,可事后相想,却总是心生后悔,吵输了,心里不服气,吵赢了,却伤了和气。 实际上,吵架里所产生的坏情绪,到了最后,买单的都是自己,不与人斗气,不与人争吵,才是人生的大智慧,人之所以活得累。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争吵的太多,过于攀比与计较,不过是为了争一口恶气,却不知道一直争吵较劲,不仅会把自己的情绪弄糟,还会影响自己的生活。 在人们印象中,曾国藩被称为半个圣人,这样的人应该脾气很好,但事实上,早年时,他的脾气并不好,还常与别人吵架争执。 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,曾国藩认为,人都应当争一口气,如果连一件小事都争不赢,以后如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东西。 结果,由于争吵的太多,身边人都对他躲避疏远,甚至都不愿意和他同喜而做。 这位曾国藩在京城的生活,盲上了很大阴影,不仅影响了他的心情,事业上也产生了危机。 曾国藩坦言,我往年在外,与官场落落不合,机智到处经济。 后来改先一辙,稍觉相安。 意识到自己为了一时之气,而造成太多不必要的祸端后,曾国藩终于懂得收敛了自己的脾气。 静下心来反省自己,立志当一个和善的人,一路走下来,最后成就了立德立功,立言三不朽,为师为之昂贵,像一万人的传奇。 南怀锦先生曾说过,上等人,有本事没有脾气,中等人,有本事也有脾气,莫等人,没有本事,而脾气却很大。 真正厉害的人,就如同南怀锦所说的上等人,这样的有本事,源自于长期刻苦钻研和勤奋努力。 这样的没脾气,来自于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,跨越过人生的勾勾坎坎,最终看透了事态炎凉。 看淡了人情冷暖,获得了人生辉煌,从未有人一生都能一帆风顺,曾国藩也不例外,但他却实打实底活成了上等人,回顾曾国藩的一生,我们会发现,他并没有显赫家世与卓越天赋加持,科举之路也颇为坎坷。 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丰功伟业,除了身名为人处事之道外,也离不开能受气,方成气的六字秘诀,说白了,也就是经过世事魔力后,曾国藩从血迹方刚变得老称持重,不再动不动就发脾气,跟人吵架,而是学会了隐忍,懂得了克制。 有句话说得好,人一旦被情绪左右,心魔就会趁机而出,很多冲动行为就是这样导致的。 有时候,吵架吵到一定程度,已不是为了事情的对错,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,吵着吵着,人就容易被情绪牵着走,于是,一场吵架,就会演变成自己与内心情绪的斗争。 作家李尚龙说,负能量是在鞭持别人的不好,责骂社会的不公,正能量是在讲完后告诉你,即使再苦,我依旧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一些,与其把时间耗在无谓的争吵里。 不如以简单平和的心态过好生活,乐观积极地笑,被他忍,如此,才不会让负面情绪吞噬了我们的人生。 卡奈基在书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,哈里是一名汽车销售, 但他最大的问题是,太喜欢与顾客争辩,每当顾客对他推销的汽车有质疑时,他就会怒不可遏,和对方大声争辩。 直到把对方反驳得哑口无言,哈里坦言,每当我走出人家的办公室时,总对自己说我总算把那家伙教训了一次。 我的确教训了他,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推销出去。 哈里作为一名销售员,一遇到客户的刁难,就只顾着发泄情绪,从没考虑过如何去帮助客户解决问题,这样怎会打开销售渠道,为公司为自己赢得生意。 突一时口舌之快,是做人最大的愚蠢,又分歧不纠缠,才是真正的清醒。 正如李梅锦教授谈到情绪时说,不论与什么人发生冲突,一半三到五句,到底能停下来的,这就是高人。 好脾气,是人生的一笔财富,走过德路越多,就越明白愤怒和愚蠢实在是最大的灾难,而真正厉害的人,不是不会生气,而是及时让脾气压火。 发布出来,豆瓣平台推出过一档名叫半嘴的栏目,参加栏目的嘉宾都要当中阅读观众对他们的评论,而这些评论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嘉宾的质疑和嘲讽,很多嘉宾读着读着就开始回怼观众,有些甚至气得掰断评论卡,直接叫停节目录制。 后来,主持人蔡康永也受邀参加了这个节目,网友批评他近期着装风格太过老土,他微笑着回应,那看来我是开始从偶像派进阶为实力派了。 有人说他当导演后出的作品,一百的满分只能拿到二分。 他反而感谢对方,能够看到自己广阔的上升空间,整期节目下来,蔡康永没有一次被恶评激怒,却凭借风趣睿的回应,收获了全盲好评。 于秋雨在《山居笔记》中写道,真正的智慧是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,一种远离了偏激的淡漠。 一笑而过,远比唇枪舌舌剑更具姿态,平心尽气,亦比剑拔弩张更显魅力。 真正聪明的人,并非没有脾气,只是从不输给脾气,越有本事的人,脾气也越小,不会轻易去生气和吵架,所谓成熟,不过是能控制住脾气。 有句话说,做到心中有耻,处事有度,口中有德的人,会拥有幸运的一生。 一个人能够有多成就,最重要的就是先要管好自己的嘴,不要随意向别人分享,非但没有任何好处,反而浪费时间与精力,也会给自己招惹是是非非,不随意分享。 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智慧,也是自我不断成熟的一种标志,让自己走一步就有一步的收获。 走一程也会有一程的欢喜,最终会与最好的自己不期而遇。